大家好,我是Gin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五香牛肉干的做法 前两天做了一盘 家人特别喜欢吃,两天就吃完了 并且要求再做一炉 那我就记录一下,分享给大家吧 牛肉一般选用牛里脊或者牛后腿肉比较好 纹理清楚,少筋少油 做出来比较有韧性 直接买这种切好大片的比较方便 首先给牛肉焯一下水 凉水下锅去一下血水 我今天大约用了一公斤的牛肉 水开后再煮两到三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在流动水下把血沫冲洗干净 控干水后切块 顺着牛肉的纹理切 这样在煮的时候不容易碎掉 大小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而定 像这样大小方便入口就可以 全部切好放入锅中 开大火加水,不要超过牛肉馅 加入一勺半料酒 一勺半生抽 一勺白糖 一勺桂皮 两片香叶 两颗八角 两个干辣椒 四五片姜 一搓小茴香 一小搓花椒 搅拌一下 加盖煮开 大火煮开后转小火 继续煮二十分钟左右 加入半小勺盐 再磨一点黑胡椒粉 搅拌均匀后大火收汁 水基本干了的时候就可以关火了 烤盘上铺一层锡纸 方便后期的清理 再放上镂空的架子 用这种架子烤比较方便 烤的中间不需要给牛肉翻面 两面都可以烤到 煮好的牛肉平铺在架子上 放入一热好的烤箱 150度烤30分钟左右 喜欢吃软一点的可以适当说短时间 大致把水分烤干就可以了 这就是刚烤好的样子 稍微晾一下 装盘就可以吃了 这样做的牛肉干特别入味 真的是好吃停不下来 你们也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就请订阅吧 我们下次再见